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实地走访景区 又被发现怎样的蹊跷 令人心痛的旅行 家住我省长治市鹿州区的颜阿姨 今年63岁 有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生子 颜阿姨和老伴也都退休了 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十分清闲 经常出门旅游 有两天的 有三天的 他们还去住幽龙去 六七天的 重庆啊 去那个湖北 湖北好几个地方了 去年一直跟着去了 他们处理的人一叫我们 我们就跟着去了 一去就是一去就是一二十个人 颜阿姨说 老伴今年67岁 身体很好 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因为孩子们的日子根本不用他们操心 于是老两口就拿着退休工资去旅行社报名旅游 两三年时间走了全国许多地方 颜阿姨听老伴说 去年年底 山西澳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治中红分公司做活动 充值三千元可以成为会员 除了赠送礼品之外 三千元可以当作以后的旅行费用来进行抵扣 今年四月份 颜阿姨的老伴又报了名 准备去省内的景区转一转 没想到 老两口的这次旅游竟然成了永别 他这个是很突然 很快 他是闹不进 呀 这个影太可惜了 这走一天好好的 好好的 让他们都发个影到我们的了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不由自主的调劣 要不然大家都特想啊 现在我们都想通这问题 干嘛他就 好好的就没了 颜阿姨的老伴去世之后 医院出具了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死亡原因为疑似心源性猝死 心脏骤停 由于颜阿姨并未允许给老伴做尸检 所以 颜阿姨老伴准确的死亡原因 目前还无法确定 颜阿姨的老伴虽然年过六旬了 但因为喜欢锻炼 身体呢十分硬朗 平常呀 连药都不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颜阿姨的老伴会突然猝死呢 这个事情啊 还要从4月27号开始说起 27号那天 颜阿姨的老伴提出呀 想出去旅游 于是呢 就到旅行社去报了个名 这不是 他们又打电话了 说是村里的人要去了 你们去不去 你去吧 这样这样的 这不是叫他了 他说 不行咋够去吧 我说去就去吧 颜阿姨说 4月27号这天 旅行社有一个去长治市平顺县 赤壁悬流景区的一日游线路 65岁以上的老人 因为免收门票 花费48元就能报团旅游 65岁以下的老人 也只需花费78元就能报名 老伴听说 村里很多人都报了名 所以也想去看看 第二天早晨 你自己做的饭 7点 老二闺女领的孩子还就要送我去 这一路上也没事啊 随着出去吧 我们就不能拿住 到底已经跟我一间留车 每次监察身体到死 一六年 颜阿姨老两口出行当天 车上一共坐了41人 早上7点多 大家都没有看出 颜阿姨的老伴有什么不适症状 包括颜阿姨老伴自己 也没有觉得身体不适 而且颜阿姨说 当天一同旅游的 还有老伴的大哥 三弟 以及村里的很多老人 因为互相都很熟悉 路上也有个照影 所以大家都很放心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一行人终于到达赤壁悬流景区 就没有走过那种景区 反而以后都是小踢的 什么的 走得不好走的 因为是正在开发的 它的景区上 施工过程中 对了 正在施工 我颅抖不好走 我抖着我笑道 笑吐颅的 听了大家的描述 我们大概清楚了 一开始 游客游东向西 需要走战道 会路过三到四处景点 行走大概两公里左右 就能到达赤壁悬流这个景点了 在往西的游玩项目 大多都是没有开放的 这个时候游客有两种选择 第一就是 可以返回乘船码头 坐船回到起点去 第二就是 可以走路绕行回到起点 颜阿姨说了 由于来旅游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所以大家游玩用时呢 会比较长一些 一路上 跟随导游指引的路线 有的人呢拍照 有的人休息 中午 大家又聚到了一块 开始吃饭了 由于旅行社的 一日游套餐里 不包含午餐 所以大家都自带了食物 前前后后 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午饭结束后 大家纷纷开始返程 大家回忆 吃完午饭后 颜阿姨的老伴 还和人们有说有笑 谁也没有看出 她有什么不适症状 返程路上 颜阿姨和其他人同行 老伴则是和大哥 三弟等人同行 走到一半的时候 颜阿姨觉得太累 还叫了一辆车 反正我们都在底下 歇路半天了 他们才下来 她坐在那个个头上 她在这儿低了个头 低了个头恐怕是难受的 下午三点左右 大巴车上的游客 都已经返回到了停车场 导游告诉大家 准备返回常治市了 人们休息片刻之后 便陆续上车 随后大巴车就启动了 所有跟团的老人 都坐在车上 都比较疲惫了 正准备好好的休息休息 这个时候啊 大家听到车辆的后边 传来了颜阿姨的呼救声 他跟他哥说了 他说 咬我胸口难受的 我就是在最后一排 我已经跟他呼的 最后就要是谈谈这个错误 颜阿姨的老伴 先说自己胸口闷 没过一会儿 颜阿姨就意识到了 事态的严重 赶紧叫大家过来帮忙 我想这个不是用车 就是总书了 这不是多大的事 我在第一排里面 他说是有点热心的 我就跟他找这个塑料单 这么说是 我这里比较不知道这来 颜阿姨的老伴从车辆前边 躺到了车辆的最后一排座位上 吐了一会儿 依然不见好转 大家这才着了急 后来我就算是 谁拿酒精味的 反正是不管这些 想我都想掺两个人说 就掺了几个 他媳妇说快给他摘 快给他摘 他说我给他摘 我就给他摘 摘了一种奖 他这个行就留了 他说我好了 没事了没事了 别给我摘了 经过大家的帮忙 颜阿姨的老伴略微有了意识 人们纷纷议论 可能是在山上着了梁 可能是中了树 包括颜阿姨也都没有意识到 此时的老伴十分危险 车就一直开的了 就一直开了 晃晃晃晃晃晃 完了他一下子 我看见他不对的了 我就赶紧叫他们 我说快点快点来快点来 他们都又翻过来 好多人都又跑过来 有的是砸那个脚 有的砸手 我就赶紧拿一个枕 给他砸到这儿 砸到他鼻子上 不出血了 我说去腹 去腹砸了 你在他这个胸口上 我砸我的 压了压 压了压有没有 他有没有缓过来的 那东西 大家再一次围过来的时候 发现颜阿姨的老伴 彻底没有了意识 赶紧采取措施 拨打120 不到半个小时 大巴车 与120急救车 汇合了 颜阿姨和其他几个亲戚 跟随120救护车 来到了平顺县人民医院 最终 颜阿姨的老伴 抢救无效死亡 4月27号 还好好的一个人 在旅行社报了名要去旅游 第二天 旅游完返程的途中 竟然意外去世了 面对这样的消息 所有人一时间都无法接受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颜阿姨呢 越想越觉得蹊跷 老伴去世 这个事情究竟谁应该来负责呢 旅游史签订合同 二十三人的姓名为何是同一笔记 上面每个人名字都有啊 我又不是书房间那家 我怎么能知道那是谁钱 带领老人一日游 他既不是导游 也不是领队 我们的合同上面有领队 那上的也是个人 死亡原因还未确定 双方对此各执一词 中文医院也不是造学科得点酒吗 我老师都以为是中文酒瓶啊 令人心痛的旅行 现在颜阿姨一家提出 旅行社事前未尽警示义务 工作人员没有资质 事后救治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 他们认为 这家旅行社应该对这起意外承担责任 就说个回回来就说个我们不负责任 我们没有责任 就是你们就真的就没有责任 就是你们带我们去 你们挣钱 让我们去出身 旅行社的态度就是推诿 就是测批 他们的责任非常的重 我认为主要就是他们的责任 事后颜阿姨一家多次与 山西澳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常治中红分公司沟通 但一直协商未果 颜阿姨怀疑 旅行社究竟有没有资质 推出自己的产品 组织人们旅游呢 因为他们在旅游前一天报名的时候 连合同都没见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57条明确规定 旅行社组织和安排旅游活动 应当与旅游者定立合同 那么这次出行 旅行社有没有和颜阿姨他们定立合同呢 该旅行社的负责人是这样说的 旅行社表示 他们与当天出行的所有人都签过合同 事发之后 也给了颜阿姨一份合同复印件 我们在这份合同当中看到 旅游者是牛津平等23人 合同背面附着23名旅游者的签名 其中包括颜阿姨及其老伴 但是 这些签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人的笔迹 上面每个人名字都有啊 我又不是书反面那件 我怎么能知道那是谁签的 拿回这个合同是 我都不知道是谁签的 那么 当天与旅行社签合同的这位 叫牛津平的人究竟是谁 这份合同背面的签名 为什么似乎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呢 签这个合同吧 嗯 也要出去不是这个老用的不卸资 就是我代表的签的 然后这个 我这个 当时你们的签的 我都说我光了 都说也不错 我签了 对 我就带到这个签了 反正您当时把 大家的名字都签了 都签了 他爸爸 你们有什么都没有 我签 你们有叫我签 是工程员 你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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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赵叔和盐阿姨 国内也好 国外也好 在我公司 报名旅游出行 不是一次的 而且呢 签这个合同是在吃饭 所以我也可以认为 大家都知道 关于合同问题 牛津平和旅行社 分别做出了回应 那么 像这样 别人带签的行为 能否认为是 盐阿姨老两口 与旅行社之间 形成了合同关系呢 因为双方签订的合同 没有当事人 本人的一个签字 那么原则上讲的话 对本人是不发生 法律效力的 但是从合同旅行上讲 死者呢 和旅行社 形成了一个事实关系 他也整个参与了 这个的一个旅游过程 那么从法律上讲 他们也形成了一个 事实的一个合同关系 所以这个合同呢 是存在一定的瑕疵的 除了合同之外 盐阿姨又提出了 第二个疑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第81条规定 突发事件 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 旅游经营者 应当立即采取 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 依法旅行报告义务 并对旅游者做出妥善安排 盐阿姨认为 事发时 旅行社工作人员 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出行的时候 这些一些医疗设备 管医务的 就是懂医务的一些医务人员 你还心情我理解 国家没有要求 当天那咱们那个 就是带队的 所谓叫导游 导游 导游是一个称制的 我们的合同上面 有点空的 我们上的也是工作人 工作人 他和我们的劳动关系 这怎么没有 他有相关的资质吗 他不缺澳宗里 几百个人 都是这么做的 全城市旅行 那这个工作人员 能带领大家去旅游吗 做这个事 根据这位负责人的说法 当时带团出游的人 似乎并没有导游资格证 他的身份 只是一位带团旅游的工作人员 而且负责人竟然说 这样的现象 在长治市旅游行业 很普遍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也找到了 当时带团的工作人员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他拨打120电话之后 确实没有采取其他救助措施 记者了解到 自1989年起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导游持证上岗制度 而且呢 导游的职责大概就是 引导游客参观游览 解决旅途当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并给予游客食速行等方面的帮助 如果真如旅行社所说 随大巴车出行的 只是一位工作人员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车上并没有专业的导游 那么意外来临的时候 谁又会为这些旅游者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呢 而且根据2016年9月1日起 正式实行的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的要求 旅行社应该为老年旅游者 提供保健知识 是紧急救助 非处方药建议 以及协助医生救治的医务工作者 需持有有效的医师职业资格证 换句话说 国家对于老年团旅游 是有一个特别的服务规范的 很显然 当时车上并没有随团医生 但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提出 盐阿姨的老伴在事发前是喝过酒的 这或许是诱发她猝死的一个原因 随后我们也询问了几位同行的旅游者 但大家都说盐阿姨的老伴没有喝酒 吃饭她就是吃了一点少女 喝了点水 没了没了喝酒 别人也没了喝酒 你水喝酒 你是准备下山呀 下山呢 你都能炒饭下山才是喝了 没了没了没了 绝对没了 绝对没了 你就不光水了 我们在这就是死死就是死死 对于盐阿姨的老伴在事发前喝酒的情况 大家纷纷予以否定 现在盐阿姨老伴的死因并不明确 所以对于各方过错的划分仍无法确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旅行社究竟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 旅行社在旅行合同的过程当中 与旅行者之间是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 因为本案当中他所服的穷体比较特殊是老年人 那么他有相应的足够大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需要进的 首先比如说向客人或者旅行者去询问他的身体状况 如果是有特殊的一个情况 特殊的一个身体疾病 那么你应该设置相应的一个应急处置办法 如果出现问题以后 你至少也能第一时间去救助受伤者 或者是身体发生不适的一个旅行者 在本案当中如果旅行社没有尽到相应的一个义务 那么他是需要根据他的过所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是死者本人的身体原因造成的最终死亡的一个结果 那么他本人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要求 旅行社已选择具有完善无障碍设施的旅游景点 连续乘坐汽车时间不应超过两个小时 闫阿姨包括大部分当天同行的人都表示 他们从长治市区坐车去往景点的这个路上就花了两个多小时 随后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赤壁悬流景区了解情况 国家4A级景区医疗设备是否完善 咱们知道现在这个医疗设备有没有配合 有啊 在这个医护室 有专门医护人员 有 现在在吗 医护人员现在不在 下班来议员 未按规范执行 究竟是何原因 都是推荐性标准 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的概念就是什么 强制性的标准就是有法律的要求的 就是可以处理啊处罚啊 你得有此外一句嘛 推荐性标准就是它可执行可不执行 令人心痛的旅行 颜阿姨认为 在这起意外当中 景区如果可以及时提供相关医疗资源 老伴很有可能会得到及时救治 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了赤壁悬流景区 山西赤壁悬流风景旅游度假区 是国家4A级景区 我们看到景区内主体已经完善 有部分设施还在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了解到 这个景区在今年4月25号已经正式开放 现在还在施工了 现在还是业续合法上来了 还不完善 一边就是野能旅游的一边也开了 而且高县人多 尤其能得水上 特别在轮流量到达 有很多地方在施工们正在建设 可以开放吗现在 它又不影响 会影响 小规模的建设 大规模的已经成型了 是小规模的建设 颜阿姨说 他们一行人在4月28号旅游时 景区内并没有返程交通 而且返程路途走峭 施工正在进行 设备设施还不完善 你们当时是走的就是 是这种白油路吗 不是 就土路 山上这种小路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条路 不像 不像 反正就也是 那意思是这样一样 也是很窄的这种土路 对 土路 你们当时这块肯定是还没修好的 对吧 没有的 不像咱们现在这样 那不行 记者 6月9号来到景区时 颜阿姨老伴的大哥表示 这里已经大变了样 他们当时返程走的路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颜阿姨说 他当时是乘坐私家车辆 每人花费3至5元的价格 抵达了停车场 当时景区内并未配备免费的旅游专线交通工具 5月1号 5月1号 之前那人们咋走的 有消灭的 景区4月25号开放 颜阿姨一行人是4月28号来这里游览的 那么当时景区内的医疗卫生设备 人员是否配备齐全了呢 咱们知道现在这个医疗设备有没有配备 有啊 在这个医护室 对 有专门医护人员 有 现在在吗 医护人员现在不在 下班了已经 医疗人员现在下班了 他就进去忙的时候过来看 忙的时候在这 我们的记者是在5点40分左右来到游客中心的 但是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医护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随后 我们在医务室内看到了一则医务室管理制度 落款时间是6月2号 但是据了解 景区是今年4月25号开放的 那么这间医务室的成立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根据一天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 这一景区大部分设施比较完善 仅有几处仍在施工 按照律师的说法 闫阿姨老伴意外去世 与景区之间并没有多少关联性 现在闫阿姨一家对于山西澳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治中红分公司的资质有所质疑 随后 我们来到了当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了解情况 我们还在调查呢 还在调查 已经到地案了 知识人也有 知识有 知识有 闫阿姨认为 虽然旅行社是有资质的 但是在当天出行的过程中 很多操作都没有按照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要求执行 那么这些行为是否合规呢 包括景区都是推荐性标准 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的概念就是什么 我们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 只是一个推荐性行业标准 并不具备强制性 随后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会对颜阿姨一家提出的问题 尽快调查核实 现在颜阿姨一方面可以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合同上的有关规定 先行去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我们会按照法律的规定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们必然会提起诉讼 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了两个亿 很多的景区景点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老年旅行团 老年人也成为了淡季旅游的游客主力 面对旅行社推出的种种旅游产品 既需要老年游客擦亮眼睛 也需要行业监管者把老人跟团游列为整治重点 确保老年人的旅游权益 而对于老年人而言 也要主动把自己的健康问题告知旅行社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既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服从合理的安排 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